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藝朋友 今天就有我和詩恒和鏡頭前面的胡冥瑤一起說說 因為我知道Dennis你四月很開心 離開了香港,遠赴這個奧地利塔爾斯堡 就看了不止一場的表演 就是撒爾斯堡的Easter Festival 你說一下聽了什麼 剛剛這個時候就發生了撒爾斯堡音樂節 就是暑假七月的時候 但是我們去的那個是復活節的 兩個音樂節 其實都是在相同的地方 就是撒爾斯堡的音樂廳 叫做節日會堡 Festival House 我們聽了四場音樂會 4月1、2、3、4日 其實是四場是連續的 四個演出 這次四個演出 其實都是這個來比石布業大廳 就是Fan House Orchestra 其實是去捧這個Andris Nelson 那麗宇森斯 我們跟他有個幾面之緣 就是做事的時候 他會來香港 他會來香港 結果就疫情的期間 就看不到他 這次就終於第一次有機會 所以這次演出 第一場是歌劇 就是華格納的坦凱莎 就是湯豪舍 跟著有三場的管弦樂團音樂會 就是連續黏著的 第一場就是布魯克納 第二場就是布拉姆斯的得意戰 第三場就是舒曼的交響曲 我們就一行幾人 我真的去了四晚 這幾天的演出 就是四晚就只看了這四個音樂會 不如說一下 首先想問一下 應該都全部爆滿的 這個歌劇是會爆滿的 歌劇的陣容是有點誇張的 其實我最初的時候 就是想去看Fan House的Nelson 和坦凱莎 都是一個很好的Ranker Trois 就沒有想過他那個 其實有的 我想他買票之前其實有留意的 但我沒有想過陣容是這麼爆的 那怎麼爆發呢 除了有Nelson 是我第一次看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個角色 我也是第一次看的 就是這麼多年以來 在香港沒有機會看過他的 就是Jonas Kaufman 他就是當時 Kaufman第一次做坦凱莎 這個角色的 哇 有沒有這麼誇張啊 還有另一個 也是我們 拍了很久沒有機會聽的 就是Kristian Kihaha 他就是做Fan House 原來是我們疫情間前面 我們很想說聽的人 結果沒有得聽 結果同一晚就滿足了那麼多的眼望 那本身呢 其實呢 唱這個Elizabeth 就是女主角那個 其實是Elina Galanga 結果她就病了 哇 如果這個是天王級的級數 就是這個 所以這一場呢 就真的是 叫做開幕啦 那就爆滿了 其他場場呢 其實都入作率非常之高 不過呢 是有空位的 如果你想買票是去得到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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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上一次追星的 就是在說疫情前 就是你又說他應該第一次上Fan House 那麽我那麽時候就去了英國 我有Fan House 他那麽時候就號稱第一次上Otello 那麽我那麽時候已經有朋友 就是可以有些方法 就是他公開賣票前 已經可以有一點早一點進去lock in 買 賣完了已經 我已經 他那場全部賣完了 所以我最後只可以看到Catsby 雖然Catsby都很好的 Kunde 那麽 那麽就是圓鏗一面 那麽結果就 都聽了Cover 可以說是當今 就是在歐洲或者全世界 那麽都是最紅的其他位 那麽高音 那麽不如先就講一下這個節目 先看開賞 那麽你看完之後 那麽 首先問一下這個製作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知道 就是尤其是歐洲的歌劇的製作 已經不是跟回傳統 即是跟回他的劇情來做的 即是所謂的director theater 現在很流行的 那麽幾年 就是 藝術節都大過這套來的 都是 那麽都是 那個就是 那麽古老一些了 看下去 在那個導演的風格下 已經算是保守一點的 是啊 它算是保守 但在導演的風格才是保守的 她也很大膽 是的 所以你這次看的究竟是一個很跟著傳統的時空 跟著故事本身的故事 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一個完全不同帶的製作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觀眾的心態去看 原來有時候也未必這麼快會想到我正在看一個有很多主持人的題目 有時候有些名字更差一點 歐洲那些 這些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但你問我選擇那怎麼選擇呢? 似乎我沒得選擇的 因為是開幕的節目 不過可以形容一下點點的演出 導演叫做Romeo Castellucci 其實他都出名了 但是我作為一個觀眾 當我走進去什麼都沒有研究的情況下 你走進去看的時候 你會開始以為是一個很微無主義的一個演出 台很黑的 沒有東西的 基本上所有東西的動作都很少 但是他的服裝就有考究 服裝其實挺古老的 用回神話形式的服裝 古老一點的服裝 只不過舞台就很虛 舞台一開始的時候 第二就是他的視覺的效果很大 盡量用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給他很大的空間 所以你好像叫做minimal 好像沒有東西達成低相又不是 舉個例子一開始說 開頭的第一幕 你一開始把故事說出來的那裡 空泛的地方就是整個舞台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一個月亮 原來有一群的 不是合唱的 他們是演員 就射箭 好像象徵著愛神射箭 射中你那一刻 這個動作就維持了 我想 二十幾三十分鐘的了 已經是 不斷地射 只不過他的動作的轉變很慢 開頭的時候 你不知道原來 唱唱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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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原來世界已經不同了 月光就變成一個女人的樣子了 所以那個效果我似乎是 因為我一開始看完的時候 已經覺得不是 所有的動作很小 但是真的有意思 都會刻意想說其實是有意思的 所以其實是 原來所有的導演的一個考慮 要小心留意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說是一個 minimum 風格的東西 我會 第一樣想的東西 就是會不會 因為他很minimum 沒什麼東西 好像台頭很吉 那 講白一點的 就是沒有什麼 視覺上面的衝擊 或者不夠豐富 會不會有時候 講白一點就是會不會很悶呢 會呀 開頭的 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覺悟來的 真的有時候 就是你 咦 咦 沒有東西 然後你其實可能會 你會 drag behind 那個線 就是你會想想一下 咦 沒有東西他會繼續做 而且這位導演的有個有趣之處 他的動作是很重複的 即他的所有東西都很重複 跟著我們就有第二第三個 那些全部 他有一個跟著一個 就是在一個視覺的角度 視覺速度很緩慢 但是他不緩慢了 他不是沒有事發生的 他有事發生的 譬如射箭 射一下 那個箭 由個月亮變成了一個女人的頭 那樣 跟著呢 這些顏色慢慢開始出現了 那就變了好像有意思 那你變了呢 聽的時候 你的音樂呢 跟那個視覺是有一點點割離的 但是那個視覺有他自己的速度 那當然你可以忘記你的視覺一會兒的 或者如果熟悉故事的時候 其實故事大概那個歌詞的行進 那個音樂去向前走 例如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那個的一個合唱 裡面的所有事情 你可以慢慢去到 慢慢去到仔細去到咀嚼的 但是那個視覺就沒有什麼了 這個那個的有趣之處是 我覺得你可以分開看 就是那個視覺是視覺 然後那個音樂是幫助那個視覺 如果是視覺會幫助那個音樂 那視覺變成用一個慢一點點 要用一個弘大小小的构圖來看 這個是挺有趣的 但是你剛剛說的那件事 音樂是幫助視覺這件事 我又會想會不會有一點本末倒置 始終是過劇過劇 應該是歌行先的 就是我的理解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會不會就是調整了呢 有時候你問我有點有趣的 為什麼我覺得 音樂好像比較重要 我當然覺得音樂重要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個音樂的愛好者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視覺是幫助音樂的 或者講故事 當然華家納的想法應該是兩者的並行 就是音樂和聚事 還有他想講的訊息 理論上是必須的 而且視覺是在幫助這件事的 但是你問在哪樣東西重要 當做一個製作的時候 就有時候會有選取 究竟我要選哪樣東西去著重呢 當然了 還要記住華家納已經是 作估了一個世紀 現在就是導演 他可以拿著他的 所謂視覺的效果 來更新我們對這套音樂 因為華家納作估了一個世紀 其實音樂的變化已經停了 所以視覺是給他一些新的印象 但是我又不能說視覺 凌駕了故事 很多時候大家都聽過 那些導演劇場 基本上那個視覺的故事 是說另一件事 尤其是華家納那些 根本就是四套不同的劇 四個不同的場景 擺放在音樂上 一些宇宙聖詩的題材 我覺得這個導演想做的 有一點是把視覺的 構圖放在高一點的位置 所以視覺是給你一些震撼 是跟劇有關 是跟劇一些中心的思想有關 我覺得有些地方是很成功的 在這件事上 我們都說了很多 都是關於視覺的劇的處理 怎麼都要再說回音樂的處理 你剛才說過一個升級的陣容 這個升級的陣容 會不會滿足到你 嘩 我不滿足 我怕會招致這個 你看完這些都不滿足 那你還要看些什麼呢 很有趣的 其實看哈爾夫曼 第一次看哈爾夫曼 唱德國的歌劇 其實感覺是有一點有趣的 因為很多人都認識 他唱意大利歌劇 坦白說他真的很灑架 做一個抒情的南高音角色 和一個很振奮的南高音角色 做這一位 在坦白說這位 這位沒事 然後又喜歡了人 要等人拯救 那樣的沒事 那個心情的地方 是有時候 會怎樣的樣子 我帶著好奇的心 走進去的 首先 我經常都覺得能夠唱一套 《華格納》本身是一個很偉大的成就 無論什麼人都好 不是一個簡易的角色 而《華格納》本身真是不容易 這個角色 所以我是覺得很讚嘆的 如果你說 作為一位唱開意大利歌劇的人 想走去華格納 想走去德文歌劇 用這一套來走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覺得這件事相當成功 不過老實說 最吸引的是謝哈爾夫曼 怎麼吸引呢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他完全打破了一個 你覺得認識他是一位 領導人的歌唱家 不是 他在這個舞台上 那個戲劇的運用 那個營住氣氛 就是把你的照耳力 你的氣氛完全營住 他完全是 一個很大的掌握 我覺得 好像我們經常都以為會分開 唱開 藝術歌曲 德國藝術歌曲的人 是一種這樣的人 唱了歌劇的另一種人 在他身上我發覺 原來兩樣東西 不是我想像中這樣 因為唱藝術歌曲 其實當然要熟悉 藝術歌曲裡面的情感的起伏 都可以很大 而且他單靠文字 用文字來捉住你的注意力 這個能力 其實很厲害 藝術歌曲 基本上是隨他掌控的 音樂 所以那個氣氛是很厲害 帶著那個氣氛 我覺得很少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歌唱家 還有他能夠站在一個華家納的舞台上面 他不是對著一個鋼琴 他對著一對華家納式的一對大的樂隊 這個真的很震撼 其實我記得之前幾年 本來是藝術歌曲的 藝術歌曲都想帶他來的 沒有幾次應該是唱Digitalieber 那一類的 但是來不了 聽完你之後 也很希望藝術歌曲 有機會再請他 Anyway 講完歌劇 我們還看到三部的節目 不如說一下 你對這三部的節目有什麼感受 其實第一晚看完歌劇 那個思潮是很大的 大家都會覺得 比音樂是挺震撼的 不斷地想 究竟 剛才你問的問題 是音樂重要還是戲劇重要 或者音樂帶來的意義 在《炭凱薩》 真的是一個很轉捏點的歌劇 但是你說Heavy 也算是挺震撼的 也是一個 在華格力來說 算是不太震撼的 但是其實你 都是一套很長的歌劇 其實第二晚 接著他要聽這個 布魯克納的第七 其實真的有些 哇 真的很厲害 那局的重量很高 當然布魯克納七 也是一套 就是他人生的轉捏點 就是這套的交響曲 那 那 Givana和Andris Nelson 真的擺在他們的舞台 你會感受到那個重量 就是 當時布魯克納的第一 就是 他 叫做人生地最成功的作品 第一套真正地成功 但是已經是年老的時候 那種的 成功的音樂 那那個的緊張很強 而最神奇的是 昨晚他們玩完 彈開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第三晚 你玩布魯克納的 I'm Deutsche Requiem 即是 德意志安人曲 那個感覺就是 其實我觀眾都聽得 作為觀眾都 都很吃力的 其實都 為什麼你這幫樂手 你第一晚就在一個台上 在一個壁裡演 第二晚 你在一個舞台上面 玩布魯克納七 第三晚你還有力去玩 這個 德意志安人曲 德意志安人曲 是 很 很舞蹈的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我亦都覺得最拍動的腦袋 那件事就是 我第一次明白 那個所謂的音樂的張力 為什麼他 這個Nelson 把音樂張力 要放到第七樂章 即是放到後面 其實我經常都說 很難的 第三樂章 第二樂章 第二三樂章 其實已經是覺得 音樂已經講完要講的 後面那些都好像很長 他真的終於去到第六樂章 才把腦袋爆發出來 當然我亦都覺得 紀哈俠是去唱藍中音的 又是他 然後第三和第六樂章 都是紀哈俠的表現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 原來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人的魅力很強 然後也明白為什麼 我終於第一次聽到 你的專注力 原來要去到第六個樂章 他才完整地呈現到 那首作品原來的重量 這是我第一次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演出 其實我剛剛看的 你剛剛的鋪排 我不是說頭重 尾輕的一個選手 因為他一開始聽到 Toyza 整個Opera 然後Buka也是很大型 當然 German 其實都不錯 但是跟著Sumann 那就是 到第四晚 已經是放鬆 對比 是的 你覺得 如果是頭重尾輕的 感覺上 尤其是可能是一個 智能性的感覺 是頭重尾輕 雖然第四晚 不是沒有驚喜 是有驚喜的 因為作為這個Fanhouse 是萬得以信的樂團 為什麼說萬得以信呢 因為開頭的時候 巴克是一個十九世紀的改變 然後呢 就到了 舒曼 去到 舒曼也跟萬得以信 很有直接的關係 也是萬得以信 湊大的這個樂團 玩出來的感覺 你回到十九世紀 回到這個 萬得以信 去到演一些樂曲的年代 那個活力 和那個彈性 對音樂處理的彈性 你突然發現 這個就是那個樂團裡面的精神 他們在呼吸著 他們的傳統 原來就是這樣 當然這些 我覺得前面的音樂 是活在裡面的 但是去到第四晚 才感覺到 原來這個就是他們的所謂 Living Tradition 就是這個 就是來自萬得以信 他帶來的這一種 果然我的編寫也好 他的編制也好 還有他演繹的手法也好 那我終於明白 但是音樂上面的確是輕一點的 劍備來的 但是 《書萬四》 都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原來是一個 很多東西聽的作品 所以 都是 真的要在這些場合上 才會感受到的 這一種的感覺 剛剛也留意了 全部都是 德國的作家的作品 我也想問一下 他會不會聽到 你剛才說的 就是樂團自己的傳統 但是現在說的 你會不會真的聽到 有一個 雖然是卡樂調轉的 就是歷史的順序 是調轉的 但是會不會真的聽到 德國音樂 那種 縱化 有一個變化在那裡 我覺得 反而反過來 我有一些覺得 我自己不懂 原來是 就是大家講那麼久 聽什麼樂團 或者聽德國的東西 是怎樣聽 其實我發覺原來不懂 你不懂做什麼 就是當我走進去 如果這一種的音樂 就是這些的音樂 和這個演繹 帶給我很多的思考 或者帶給你很多的觀察 的話 其實就是 你只是 對於認識這些的作曲家 或者認識這些的音樂 原來是成立一個 很無知的階段 因為原來這些新的東西 是不斷地給你 是有新的發現 你好像聽了很多次都好 或者你熟悉都好 你有新的發言 有新的看法 有新的感觸 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你只會問我 他是不是很德國的感覺 糟了 我原來發覺原來的翻校 這個字 我想起萬德爾順 原來我終於感受到 萬德爾順的感覺 原來是第一次才能這樣感受到 才能這樣理解到 還有是不是真的呢 我也不知道 只不過是他的音樂的編排 是用一個當時的 年代感覺的一個 巴克的編排來開始 是很跳脫的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跳脫的 然後以舒曼的加量曲做完結 是一個你覺得在一個架構上 是很傳統的造物 原來這個對於音樂的彈性也好 對於音樂的呼吸的力度也好 大家可以感覺到他音樂的張詞 還有他處理那個 所有細節的一些活動的位置 讓樂手一些自由的彈性 那這種我覺得 原來是一個活生生的樂團 能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 我就會歸咎於 原來就是這個就是 Gravan House的傳統 但Gravan House的傳統和其他人的傳統是什麼 糟了 我發覺原來要靠耳朵 或者要靠親心的感受才知道 或者再問仔細一點點 因為你四套的節目 其實都說是全是德國的音樂 但是在那個演繹上 尤其是Orgustra 或者是指揮 會不會其實都有 你會不會聽得出不同年代 他的處理手法 例如一開始是Dark的改編曲 我想像會不會是比較輕盈一點 但是去到Buglard 那種震撼也是完全不同的層次 他們會聽到當然是有不同的演繹方法呢? 是 真的回頭想就是 那一刻你會發覺 布魯克納這樣做 那個說服力是哪裏 布魯克納是特別地清澈通透 除了第三個 他會做得很緊張之外 你會覺得他的層次感很強 但是一到布拉姆斯 這種層次感 是用了另一種方法來呈現 是複甲式的層次感 是整個的複甲 很有結構 但是每一個聲部都很清晰 而且那個Discipline很強 每一個的聲部 他製造的張力 要去到什麼境地 大小聲要去到什麼 然後那個聲部和那個聲部之間 上上落落的關係 你會聽到好像布拉姆斯式的 甚至對於我們對於布拉姆斯 甚至對於巴克 夫格曲的想像應該是怎樣 那就是那種的嚴謹性 但是回到布魯克納的通透 然後看看蘇曼 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玩開自由奔放的方法 聲部與聲部之間 似乎是有很多自由度 樂手與樂手之間 他們的彈性很強 而且他們玩的那首巴克 可以說是很自然地 玩了它出來就算了 你會覺得原來巴克是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回頭來想 是的 所以有不同的時候 有不同的風格 不過在於聽的時候 你會發覺原來 Nelson 指布魯克納 是這樣的樣子 尤其是Nelson 指布魯克納 還有一個很好的 適合點 就是他指 他唱片那個 和他唱片真的是兩隻聲 不同 真的完全不同 唱片我們 我會覺得 Nelson 其實1979年出生 四十幾歲 他指布魯克納 是一個很大的 我不可以說 他叫投機 但是他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他指布魯克納 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人 我成為另一個性格的指揮家 的一個象徵意義 但是他的現場意 是通透很多 比他的唱片 比起他和 比起巴 Yahweh 然後在韓國 上演唱片 是相差很遠 感覺是好不同 反而你會覺得 他那個位置 在唱片裡面 再成熟一些 我不可以說認真一些 但是再感到很馬上 反而在現場演出你會覺得聲部的處理是很通透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是否會感受到它們的不同的時候子 有不同的免疫的取桌 我覺得是的 雖然老實說都是德國音樂 所以大家會將它擺放在德國音樂的盤子裏面 但其實不是每晚都有些不同的體驗 最後有一個好奇想問一下你 連續聽四晚德國這麼重型的音樂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很累呢? 我其實覺得 首先我沒有想過原來這麼累 都真的挺厲害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音樂帶動的思考是多的 對於你了解這首作品原來有些新鮮的看法 對於你的聲音原來是可以這樣聽 其實我覺得這一種的密集度才是累的 反而有時候每一次聽完音樂會 過了就算了 或者過了我會覺得有時候也會想和別人聊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已經是你覺得是一個很有影響 對於你的所謂欣賞音樂的領受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但是原來這麼密集 而且好像每晚都有些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是很常會發生的 我們不是等於我一次聽四晚音樂會有四個不同的看法 它有四個不同的重量 是架了在你的身上 那這個我就會覺得 這些不是真的 你擺你自己在一個這麼密集的欣賞 所以我覺得也挺厲害的 我覺得Nelson 他們帶了一對樂團 其實四晚都是他演的 你想想 我都說我做觀眾都累 你看他會不會累 你看他是輕鬆也好 在他的能力下 很輕易地掌握 但我覺得本身是一個很厲害的一件事 嗯嗯 好啊 今天也很感謝Dennis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他在Southsburg聽了這四晚 這麼重型的 聽你說的 都覺得很有啟發的一個音樂會 當然難得請 Dennis不只是說音樂會這麼簡單 我們也想他分享一下 他去到當地見到一些不同的observation 那這樣 那就留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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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